字幕 李宗盛 哈囉我是圈片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幾個 超級無用的鋼筆小知識 為什麼這麼無用還要分享呢? 因為對沒接觸過鋼筆的人 這些知識很沒用啊 那對已經買鋼筆的人 這些知識他早就知道了 So 我們要開始囉 筋蓋篇 鋼筆的筋蓋打開方式有分兩種 一個是直接打開 另外一種是旋轉開來的 請大家第一次玩弄鋼筆時 先嘗試用旋轉的再直接打開 不然你的朋友或店家一定會把白眼翻到後腦燒去 鋼筆在不用的時候一定要立刻蓋上筋蓋喔 原焰除了整支筆最貴的地方就是在他的筆尖以外 再來就是因為墨水蒸發的速度比你寫乾他的速度還要快很多 你不蓋好筆蓋 貴貴的墨水就被空氣給吸乾了啦 他很貴的 借別人鋼筆來寫的時候 請不要把筆蓋隨便的就套在筆尾了 你的朋友有95%的機率會對你大吼大叫 第一個他會刮傷美美的筆身紋路 二來這樣套上去會改變鋼筆的重量 第三則是改變了筆身長度 通常大家挖挖叫都是第一個原因 你如果不相信可以去套你朋友的筆試試看 上墨方式 添加墨水的方式有分三種 第一種是最簡便的卡式墨水 橫橫的給他插下去就可以使用了 第二種是活塞上墨 把筆尖插入墨水內 慢慢的旋轉就吸起來囉 第三種是吸墨器的上墨法 跟剛剛一樣 只是這次要先安裝插入後 再去旋轉或者是推拉 筆尖貼 鋼筆的筆尖並不是以0點級來作為描述 他是以1點打磨的大小來決定筆幅的粗細程度 由粗到細分別為BB到UEF 同樣的筆尖粗細 日規的會比歐規的筆尖還要再細一點 因為啊 歐美不管什麼都比別人特別大 特別粗 嗯 你懂的 如果你認真要問哪一種尖比較適合書寫的話 M跟F是我們最常使用的粗細程度 像我這一隻這隻比較特別 這隻是書法尖 所以他翹翹的 這隻就可以寫出書法的樣子 鋼筆可不可以灌金粉墨水 我的答案是可以的 他只是清潔起來會很麻煩 如果你用F尖以下的筆上墨 絕對會有賭墨的問題 通常一般是不建議灌金粉墨水啦 但如果你的筆跟我一樣很多隻 那你就來觀觀看啊 筆壞了又不會怎樣 大不了再買一隻而已嘛 用鋼筆寫字會比較好看嗎 這個問題就好像問 我拿周杰倫一樣的麥克風唱歌 聲音會變好聽嗎 我跟周子瑜穿同一排衣服跳舞 會變好看嗎 並不會 寫字是需要多加練習的 他跟你拿什麼筆一點關係都沒有 學生適合用鋼筆嗎 當然啊誰都可以寫 前提是你要有錢買一隻鋼筆 鋼筆很貴嗎 你覺得多少錢算貴 如果買一隻果凍筆你就覺得很貴的話 那答案肯定是 很貴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這集囉 勝訴這一些鋼筆小知識 希望能對那些還沒入坑的新手 又一咪咪的幫助 當然如果你已經入坑海看到這裡 我也覺得還蠻感動的 我是萱扁 我在騎著玩文具 想看到更多文具的介紹 記得一定要訂閱喔 我們下次見啦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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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é 再見